字幕字幕貞索 今年在堅南亞場舉行的 肉馬者杯終於圓滿結束 而各漢大賽的冠軍也名花有主 相信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定就是他 說的當然就是韓線 微出賽已經成為焦點 所在,之前5出5折,加上贏超過60個馬位的他 表現並沒有辜負一群硬眼糞的馬米 本身跑開較短路程的唱快活 打算憑著前速放掉韓線 誰知韓線一直咬著他不放 兩匹馬帶來馬群七、八個馬位 轉入直路時,韓線已經急不及待拍上來 相反,之前未贏過2000米的唱快活開始腳軟 在這時,全場所有鏡頭都只剩韓線這匹主角 最後騎士帕列特在收薑的情況下 都贏超過八個馬位 可惜要欣賞到這麼精彩的賽事 真是有今生無來世 事關賽後,這匹星球馬和對手唱快活 都齊齊宣佈退役,即將展開配種新鞋 而兩位歐洲殿堂級連馬師、岳伯人 和艾柏斌在這賽期就齊齊帶豐收 因為七場草地一級賽中 他們各贏三場評分秋色 賽後他們互相祝賀,可謂色英雄總英雄 另一邊廂在澳洲肺明頓馬場 就舉行了 墨爾本春季賽馬加年華的最後一天賽事 三場一級賽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賽果 首先在1200米的Champions Green 馬王綠花戴和朱木朗馬峰錦標冠軍 勁力猛擊雖然都有參賽 但無功而玩 事關中間的馬女禮區爆冷衝贏 綠花戴保住第二名 由於勁力猛擊 在最後階段花了很長時間穩位 最終只是跑第五名 不敗之身,慘被打破 至於今季連贏四場一級賽的愛禮物 同樣投馬斷籃 他在2000米Champions Sticks 雖然面對多批題下敗將 但由賈傑美拆騎的品德高尚 一放到底贏馬,成功衛免之餘 亦協助賈傑美取得第八場一級賽成長 至於在各市盾輸給愛禮物的 強引鬥士同樂觀派 就齊齊轉戰一離 並且取得不錯的成績 當中強引鬥士一放到底贏馬 賽後練馬斯、活後夫人透露 強引鬥士有機會出戰 夏年的皇家雅士谷賽期 看看可否幫他在這個賽期 取得零的突破 日本今個星期將會舉行 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盃 這場千馬一級賽 相隔11年之後 終於再有外隊馬上陣了 今年愛爾蘭象樹大賽冠軍神奇湖 即將出戰這行2200米大賽 神奇湖雖然在今年8月的 若克棍象樹大賽 輸了比登山英雌 只能夠跑第五 但登山英雌之後贏的是 日本人夢寐以求的海旋門大賽 所以其實神奇湖當日的表現 真的一點都不失禮 而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盃 已經很久沒有外隊馬參加 要數對上一匹 就是11年前的飛雪仙蹤 她曾經在2010年 可怕莫亞贏出這場賽事 緊接遠征香港 還成功贏了香港杯 2011年飛雪仙蹤 重返日本再次奪冠 武毒有偶 神奇湖和飛雪仙蹤 一樣都是愛爾蘭象樹民主 而且神奇湖同樣報名 出戰12月的香港國際賽事 看來想複製飛雪仙蹤的遠征之路 究竟神奇湖可不可以 跟飛雪仙蹤一樣 力壓一眾日本千馬蓬杯而回呢 星期日記得要收看月陽轉播 我們下星期再見